黃毓民議員 主席 香港在特區政府三名首長董建華曾蔭權和六八九一共十六年的管治之下 貧富懸殊 超越英媚 冠絕世上所有的發達地區 整個社會已呈M型結構 中產階級逐漸消失 走向貧富兩極 當中大部份甚至陷入貧窮的泥沼 只有一小撮幸運而能往上流動 當下百物騰貴住屋醫療和教育開支不斷飄升 月入四萬以上的家庭生活一樣感到吃力 去年七月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旗下一個智庫 將香港列作全球最適宜居住的城市 雖然沒有嘩虎之意 但是我們都可以將它看成黑色幽默 中產階級理應自給自足 無需仰賴政府的福利 它又可以崇尚生活品味 部分更加可以熱心公共事務 朝夕勃勃 中產階級是社會一個穩定的支柱 但是我們今天的中產階級 就是過的是什麼生活呢 還有它的憂慮是什麼呢 那就是你是中產階級 我們這裡的中產階級是高人一等的中產階級 大哥 是不一樣的 這裡很多都是中產階級 固然有很多有錢人階級 對不對 我們這裡一樣 就是說 你說你自己是基層 說不通的 你躲八皮幾一個月的基層而已 對不對 是不是 香港社會和經濟結構是令人窒息 不少的中產階級的市民 仍然逆逆逆為自己和家人求得溫飽之後 時間金錢精力已經耗盡 已經沒有時間去理會其他的事務 於是造成整個社會一個極端保守的一個氛圍 政治社會文化都顯得霧氣沉沉 有一位專欄作家曾經這樣去描述香港的中產 他說以前提起中產 總是覺得他們對食比較有要求 偶然又會聽一場古典音樂 投票的時候會投給民主派 偶然也買得起一個partner 之後還可以有錢剩的話 就會捐款給無國界醫生 今天的中產呢 兩個字 公留 香港只有物質上的中產 沒有精神上的中產 香港的中產階級和基層一樣 變成招不保值的 英文叫做wage neighbor 僱傭勞工 和經濟的結構有莫大的關係 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中 資本比收入重要 眾所周知 房地產主宰了我們的經濟命脈 是貧是富 就看你有沒有物業 前任行政長官曾任權 曾經在09年一個電台節目 被一個任職醫生 準備跟律師男友結婚的女子 來電抱怨說買不到樓 那他叫他天水為和 孟子說 民之為道也 有恆產者有恆心 無恆產者無恆心 狗無恆心 放闢邪恥 無不為矣 壞事都可以做盡 這個道理 在香港 今天 就變成另外一回事 因為很多持有物業者 但可以游手好閒 收租獨遊 到日 但是 有很多供樓的人 他就每月要償還案件 經常都會擔心裁切 即是被人抄油魚 減薪 或者樓私泡沫包破 租樓那些就更加要承受 租金的折折上升 居無定所 即是這個族群 已經沒有恆心了 就算他有恆產到 他的生活壓力是非常之沉重 除了住屋之外 醫療和教育 亦都是中產階級長期的負擔 中產階級工作奔波勞碌 工餘亦都不免有所謂應酬 身體健康惡劣 是常態來的 家庭醫療開支就有增無感 他們的子女要入讀 那些比較貴的 有些他很辛苦 都是阿公的兒子 國際學校 甚至海外留學 教育的開支 同樣令到這些中產階級 十分煩惱 在這個制度不公義 大財團得以瘋狂 剝削人民的社會 中產往下沉淪 已經是物理的必然 很多議員的修正案 都提出稅務寬免 其實是權宜之計無助解決中產的困難 如果建立民主政制 消除地產霸權 改革經濟結構 這些願景 只能夠相逢在夢中的話 在短期來說 恐怕只能夠為這些沉淪的中產階級 提供更大的安全網 舒緩他們的生活壓力 稅務 寬免也好 調整稅制也好 我們更加希望的是 特區政府停止 為住屋醫療和教育的私營化 市場化 退波助難 但是這次議案的命題 是所謂幫助中產 其實我們的要求更加卑微 只是希望特區政府停止加害中產 從前的中產 以交稅多福利小為傲 現在就會為此而抱怨 認為社會對他們很不公道 政府也是不仁不義 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他們所謂可支配的收入 已經是大大減少 生活質素大不宜傳 所以 特區政府千萬不要在住屋 醫療教育火上加油 希望中產階級的生活 慢慢可以重回正軌 不要搞這麼多事情 所以對於今天有些修正案 我是覺得很好笑的 連年都可以這麼說的 是不是 但是 主席能否解決問題呢 當然是解決不了問題 關鍵在哪裡 關鍵就是這個資本主義制度 五十年不變的畸形社會 重商主義 是不是 你當然是沒有辦法解決 這個地產霸權的問題 特區政府是最大的地產霸權 是不是 有些小的地產發展商 他們會告訴你 大哥 三千多元建築費 三千多元補地價 拿塊地回來有三千多元成本要一皮 那我那間房子不賣萬五元一呎 那我賺什麼 特區政府就是罪灰禍首的主席 多謝主席 天啊 今後ünden做出了有很多 我們先訪了